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9日,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我是Cherry 香港反送中示威长达半年,要不是1月份的突发公共事件,现在恐怕早就春风吹又生了 而且去年,区议会的选举更是昭示了北京治港的全面失败 有国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做依据,现在美国正接触香港建制和泛民两方面的人士听取意见 美国对港政策可能面临全面调整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在完成撰写香港年度报告之际 主动邀请香港政客到美国参加5日举办的美港交流会,此举引发了广泛讨论 由香港三名泛民主派成员和四名建制派成员组成的香港政治代表团 上周印美国最大的国际事务非盈利机构世界事务委员会之邀 参加了位于美国西部海岸加州纳帕谷举办的美港交流会 并与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费德伟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莫克以及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幕僚等 就港美关系进行了交流 洛杉矶香港论坛召集人林查理对媒体表示 美国政府主动邀请香港各党派政治人物到美国与主要的官员会团 互相了解情况与立场这是前所未见的 也显示了美国政府对香港在反送中运动后 整体社会情况的高度关注 林查理说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会对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及警察作出适当制裁 此行香港政治代表团的三名泛民派议员 有资讯科技界莫乃光 会计界梁继昌及公民党九东立法会议员谭文豪 他们与当地各界交流了香港的最新情势 莫乃光受访时总结访美之行表示 此行了解到美国朝野对中共政权已经有了新的共识 及中共离开政治改革开放的路线越来越远 而美国对港政策最关注的是香港继续保持高度自治 莫乃光说 他相信香港人与美国的观点越来越接近了 莫乃光还说 此时重申美方应以五大条件 作为实施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的考虑 而由于其中至少四个条件 如政治检控及被取消资格事件持续发生 他认为人权法案中的制裁措施应该被启动 谭文豪对苹果日报记者表示 此行讨论焦点包括如何启动人权法制的制裁机制 梁继昌先前也公开表示 希望通过会面探讨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香港关系法以及港美经贸发展关系等议题 尤其是这些相关法案将如何被实施 梁继昌还特别提到 以传媒创始人梁志英 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和工党副主席李卓人 不久前应参与反送中示威活动被捕 他们都是美国政界所熟悉的人士 时政评论人士戈壁东对媒体说 泛民主派虽然只来了三人 但带来的都是非常具体的制裁要求 以及对被香港警察和亲共政府伤害和恶意 对待的年轻人的权益求索 美国政府是在刚刚通过确认台湾国际地位的台北法案的背景下 组织了这次活动 在美港交流会的前一天即3月4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5票比0票 无意义通过了台北法案 旨在协助台湾维护邦交拓展国际空间 戈壁东认为 美国举办这一次小规模但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治商讨 说明美国在港台问题上已经有了完整的政治考量 他相信在美国大选落幕之后 美国可能会有惊人之举动 值得大家的期待与猜测 戈壁东还提到 这次的确是美国为香港所做的特别动作 既邀请香港亲共的建制派 也邀请争取自治的泛民主人士 加上美方大有三堂会审的意味 对于美国国务院即将发布最新 美港政策法年度报告 近日香港重置秘书长黄之锋 在其脸书上表示 民主派访美并不意外 但此次建制派含有的集体访美 证明与美国官员交流根本在平常不过 过去香港官方所谓勾结外国势力 根本站不住脚也不攻自破 美国民主党的两位老翁政治家 又将在这个超级星期二进一步对决 现在谁能取得优势 两位党内大姐及老太太的态度极为重要 桑德斯周日寻求民主党党内 另一位大选前参选人沃伦的支持 试图扭转落后于拜登的颓势 在密歇根州 密苏里州和其他四个主要州的初选前两天 桑德斯周末在不少政治谈话节目中 强调了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左派政策 与麻州参议员沃伦一致 沃伦在周四已经宣布退出选举 上周末加州参议员贺锦丽宣布 他将支持拜登赢得提名 截止周日包括克罗布侧 布地甲旗和彭博在内的多位前参选人 宣布支持拜登 桑德斯在接受CNN采访时说 我们希望得到沃伦参议员的支持 我们希望获得有数以百万计人支持的 沃伦参议员背书 与伊丽莎白沃伦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进步组织 正在敦促其成员在周二的密西根州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支持桑德斯 该组织已向密西根州的近16000名成员发出了信息 该组织希望看到初选竞选活动 尽可能地继续进行 以确保两个主要候选人 桑德斯和拜登可以经过选民充分的检测后 在11月直面川普 不过希拉里·克林顿认为 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不是击败川普的最强候选人 但是他没有放弃对前副总统拜登的支持 他在接受ABC采访时说 他是一个秘密职业的政治家 关于拜登 希拉里并没有直接表示对前副总统的支持 而是对他正在建立的联盟 以及自超级星期二获胜以来所产生的势头表示赞赏 希拉里说 我认为拜登在超级星期二的胜利表明 他正在建立我基本上拥有的那种联盟 九二共识是国共两党关于两岸关系的基础理论 但从目前来看 这个基础要坍塌了 3月9日周一 中国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就任国民党主席 他以世代合作内造化 数位化三大方向发表演说 但全文未提九二共识 此前媒体纷纷关注 江启臣此次单选国民党新任主席对岸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巡礼拍发贺电引发关注 在周一的就任致辞中 特别是针对各方关注的两岸关系政策 江启臣提出 他的基本原则就是 坚守中华民国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 并力求两岸和平与共同福祉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以前国民党主席始终强调的九二共识 江启臣则在演讲中知自为题 不过应邀出席的前总统马英九重申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及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以及反对一国两制 台湾独立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主张 必须遵守和平与民主的原则 江启臣本人在演讲中谈到 最后关于许多媒体关注的两岸政策 我的基本原则就是坚守中华民国自主民主的制度价值 并力求两岸和平与共同福祉 他补充称 今年因为国内外的局势快速的变化 两岸曾有着互信基础确实遭遇到重大挑战 未来需要我们去重建 但在此刻国民党最重要的是自身的改革再造 我们毕竟得先重新赢得台湾社会的信任 才能有意义的去谈如何拉近两岸共识 江启臣说 接下来他会广泛的征询意见 循世代合作 内造化 数位化三大方向 以最快的速度组绢团队 对于2020年经济表现 路透于3月3日至5日总结40多名经济学家的预估中卫数 指出中国第一季经济成长将降至3.5% 远低于去年第四季的6.0% 这次的调查结果较2月14日调查时 又再低了一个百分点 此外 这次调查显示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分析较大 有两家银行预计首季经济成长将为0 有一家银行则预计经济成长将为5% 报道说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第一季成长率预估中卫数为2.4% 低于上次调查的3.5% 代表三周前民间分析师认为的最糟情况 现在已经变成了基本情境 不过分析师仍预计经济成长将在第二季反弹至5.6% 略低于三周前估计的5.7% 但看法依旧分歧 分析师的预估值区间间鉴于3.7%至6.5% 至于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率预计将放缓至5.4% 若成真将是199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慢增速 对于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经济学家没有太大起义 几乎所有受访分析师给出的预估值都低于去年的增速6.1% 目前中国情况有所好转 但中国以外地区却在恶化 中国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近期将受到冲击 Pathio铸伦敦的首席亚洲分析师B米西表示 由于中国以外地区公共卫生形势严峻 对全球需求的影响可能更大 以开发国家的民间消费成长很可能减弱 全球产油国未能就减产达成协议而触发价格战 国际油价硬升崩跌 波斯湾国家股市今天收盘全面重挫 沙特阿拉伯股市市场中跌于7% 卡达股市跌幅于9% 国际原油价格9日周一早段大幅下挫 纽约4月汽油开市后一度急挫 33.77%至每桶27.34美元 见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 及29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波斯湾七国股市今天连续第二天收黑 沙特阿拉伯全部股票指数开盘重挫9.4% 而后跌幅收敛盘中跌6.1% 中场下挫7.8% 能源巨我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股价开盘暴跌10% 而后逐渐站稳脚步 跌幅减至6.8% 科威特首要市场指数开盘后狂泻10.3% 以至连续第二天暂停交易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金融市场指数 中场下挫8.3% 达到7年来最低水平 阿布达比证券交易所指数下挫8.1% 跌至4年来最低点 卡达股市受挫9.7% 阿曼股市下挫5.6% 巴林股市重挫5.8% 截至北京时间晚上9点31分 欧洲基准北海布伦特原油 期货价格下跌21.9% 至每桶35.36美元 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 价格下跌21.7% 来到每桶32.34元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 3月6日京东旗下全资子公司 北京京东旅行社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 刘强东现任公司经理 张康卸任公司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 以上职位均由新力军接任 另外李亚云卸任该公司监视 由谭赛利接任 北京京东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1月注册资本为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括境内旅游业务 入境旅游业务 出境旅游业务 航空机票销售代理等 天眼查股东信息显示 该公司为北京京东360度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刘强东为后者法定代表人 值得注意的是 天眼查数据显示 事实上这已是刘强东2020年以来 卸任的第10家公司 近日刘强东还卸任了 京东数科运营主体 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此外还包括京东物流全资子公司 京东云计算全资子公司等 运营主体的高管职位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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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